好 各位 我是Tim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一点点不一样 那生物咱每天都见对吧 花草 鲲鱼 树木 这都属于生物 那你们觉得很神奇的一点 就是很多生物 它原来只是这么一颗小小的树精卵 最后却能长成完全不同的体型和不同的样子 那包括你看我和你对吧 最初也就是这么一颗树精卵 然后就 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那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是我非常好奇也想拍到的 直到前一段时间 我在上海这边 这里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吃完了以后 然后看到边上有一餐小的能力可以推进去 当我一推开 我就走进了我这辈子见过最震撼的这么一家店 而且正是这一家店 让我看到了 开设细胞分裂的可能性 这是老板Eason 他运营着整一家店铺 里面有着数不清的新奇动物 他也是非常热情的一个人 然后答应了我们说 能够帮助我们拍到细胞分裂的过程 因为细胞分裂的拍摄需要恒定光源 Eason他还特地把整个仓库给弹了出来 供给我们拍摄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那相比之前节目的高速摄影 这次我们是完全反了过来 采用了严实拍摄 因为这个过程持续时间真的很长 那比如说这个角蛙抱对 提力好的 它能够抱上三天三夜 牛 那你说抱对长什么样啊 这个 那我们就来看一眼 就看一眼 刮 通常在抱对三到六个小时之后 角蛙就会开始产卵 那它产下的卵真的很小很小 直径只有二毫米左右 那我们得用超级微距镜头 才能够清楚地拍到 那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角蛙的卵 而拍卵孵化成小蝌蚪这个过程 你就得花上接近24个小时 这意味着你一旦失败 就得花一整天全部重来 那这些问题你说麻烦吧 那确实有点麻烦 但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就是同时架设多台摄影机 把失败概率给降下来 就是这个蛙 它属于体外受精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不是每个卵都可以受精 就是完全随缘的状态 而这里面最大的变量 不是我们 是这个公蛙的强壮程度 这个有的菜的公蛙 真的就是一颗受精卵都弄不出来 就一颗都没有 一滴都没有 你都是灯啊 你都是受精啊 那这个时候图威闲音感又来了 那我可以先问大家一道蛙蛙大哭题 那这个蛙的受精卵的卵裂 它属于什么分裂过程 在等待狡蛙暴队的过程之中 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下Eason的店铺 他在拿到水生野生动物经营 利用许可证之后 然后就下了决心 开了这样一家爬竹店 那店里的动物摆放 也是从水生到两溪 再慢慢上岸 再从陆地到偏沙漠 还有荒漠的环境 非常有趣 动物品种也很多 那有又笨又可爱的这个手工 长得像金毛狮王的这个无毛豚鼠 还有宠物蛇蜴 那本来我会觉得我会有这么一点害怕 但接触以后我发现 还真是出乎意料的都非常有趣 这样子怎么这么行 这个互动很搞笑 你可以拿他们的食物 把它们引过来 这也太急了 这表现太狠了 他不饿对吧 他就贪吃 他就是贪吃啊 这个叫小花钻 它是钻文里面最入门级的 这边的蛙蛙的话是 我们这一次的主角 众所周知这些就是脚蛙 脚蛙的学名叫脚蛙蝉 介于蛙和蝉蝴之间的一个品种 蝉蝴可以吃放着不动的粮 蛙是不会的 蛙是只能吃动的东西 这样的吗 而且蝉蝴能够分得清楚 食物和主人的手 蛙是分不清楚的 所以蛙就会咬你的手 蛙会咬到手的 所以假如现在手指这样伸出 他会咬我 啊 放心你可以试试看 他不疼的 喂 喂 我来帮你 你来帮我的感觉 他疼了 啊 欺负被失去啦 哈哈哈 这也太离谱了 哇 有种很微妙的感觉吧 这个感觉太微妙了 这我这辈子体验过 最微妙的体验之一了 哇 他咬得贼紧 哇 哦 哦 他发力了 好酷 哦 松手啊 哎呀 松不开了 什么鬼 哈哈哈 那我就这样带着吧 我就把这个带回去了 哈哈哈 他喜欢你 哇 全是口水 还好没什么味道 这叫什么来着 这个叫非洲牛蛙 这个叫非洲牛蛙 这也太矮大了 它不咬人吗 有雾咬的情况发生 但是它比角蛙要微顺多的 这摸起来就很像清明团子 大家好 我是王刚 今天我们来品尝一下 非洲角蛙 非洲牛蛙 哎呦 这个是叫巨人手工 摸上去像 嗯 像我家床单 嘉倩你要来试一下 再爬到你的手上 哈哈哈 他舔了你一口 他喜欢你 他舔了你一口 真的假的 新手不建议养剧院手工 因为的的确确这是支刀比较温顺 而且这支特别温顺 因为我们从小是把他 哈哈哈 吓死了 请大家把胆大打在弓顶上线 呃 这种叫盖勾亚手工 他拉起来 他像个小龙 哇 这真的是恐龙的样子 真的是头上有只脚 对的 你再摸他一下他就飞走了 说不定直接飞到屁股上 来了来了 一边拉起一边跳 啊 哇 他的屎拉下来了 阿米田够 哇 他拉到我手上 No 哦 他爬到屁股上 真的跳到屁股上 他爬到 好漂亮啊 小朋友 他爬到相机上 太可怕了 这是他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记 今天真的是一个体验 非常丰富的一天 现在是被青蛙咬了一口 这辈子没想过 我都被青蛙咬了一口 然后呢 拉了手上 一抛尿了一坨屎 非常好 这个直了 直升直了 这是咱们的二胎 二胎 就这次刚孵出来的这一批 别看这里有一缸新出来的小蝌蚪 感觉我们这项目肯定是成了对吧 但事实上 蝌蚪是出来了 我们之前拍的卵 都拍失败了 我给你讲了坏小时 三个小时之后 其他的蝌蚪都出来了 但我们的三组全都没有出来了 然后尤其是这里 这里有三颗卵 就我们那颗没有出来 其他两颗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这刚是报废吧 要不 我还想 直接全部报废了 对 因为一开始拍的时候 你是看不出来哪些卵 可能是受精的 那就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你觉得你选的那颗卵 说不定就是天选之子 就是会孵出来的那颗 而且它的变化过程也非常狡诈 会给你一种莫名的希望 那比如说这颗 你以为有了 那其实没有 那比如说这颗 看着像是分裂的 其实也没有 逗你完了 那谁能想到 就这个孵化过程 还能被我们硬生生地拍成 一个细胞孵化的过程 而且要知道 一次拍摄的失败 就有一对娃娃 失去了缠冷的机会 我们只能够再换一对露水夫妻 来进行拍摄 那再因为产卵都发生在晚上 我们辛辛苦苦通宵了三天 真正拍到拿得出手的 只有这个娃的胚胎后期的发育阶段 就是已经差不多变成小蝌蚪的样子了 那这个胚体会在膜里面转动 然后拍摄的时候 我们也不清楚 它整体转的方向和速度 所以延时拍出来这个效果 就会有这么一点鬼畜 但我们想拍来给你看的受精卵 1分2 2分4 4分8的过程 就一直没有拍到 我们当时自己也是相当的焦虑 而且这个真的没有剧本 真的没有剧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每次都是要到这种山穷水晶的时候 觉得这个项目肯定完蛋的时候 然后就会出现转机 非常神奇 这个太熬人了 这个真的比闪电还熬人 我每次做的项目为什么都这么挑战 因为它这个东西太随机了 然后你变量太多 首先它会被缠卵是一个事 现在它开始缠卵了对吧 那它第二个是就是 这个卵套里有没有受精 你也不知道 是的 完全就是随机的 太难了 就是种和没种了 现在你们看到这两对蛙就正在抱队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我们每次都是要到山穷水晶的这个情况下 才有可能看到这么一丝的希望 之前的话我们拍了三四天 全部都失败了 然后嘉倩 嘉琳他们在这边都已经熬了好几天了 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 就希望今天一定让我们拍到一层受精乱 这颗绝对是要分裂了 你不觉得吗 这个现在你见过吗 没有 对吧 但我每次都见了 不遗憾的谢谢 求你千万别碰哪些 绝了 每个都有裂 是吗 你看这全有裂 这一拨质量特别好 我来说过这个 这个真的是好密集 这颗已经像是完全发育了 好密集好密集 这个也很密集 有了 管了 你的第一点 我害怕 我们终于拍到了想给你看的内容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分裂的过程 从第三次卵裂开始 你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上面的细胞比较小 下面的细胞大 这个不均等的细胞分裂过程 还是非常教科书的 这些画面就是我们最终爆肝的成果 我也不得不感叹 生命真的太神奇了 感谢观看 人生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说这些画面能让你觉得惊喜的话 希望你能赏一个三连 给我们熬了这么多天夜的团队这么一些鼓励 那在拍到了受精卵之后 我们想着来都来了对吧 Eason也这么热情 说能够让我们看看动物捕食的过程 那我们的老本行高速摄影必须得整上 怎么着也得让你的三连变得值得对吧 什么 你还没有三连 我们拍了脚蛙 老爷树蛙 牛蛇 还有飞微手工 那都非常非常好玩 但确实 如果你很害怕那种动物的话 可以选择性的挑过 这次是凶的是吧 这次一看就很凶啊 嗯 哦靠啊 呵呵 哦蛤 哥 这只长得就特别凶 嗯 这只凶得有点离谱 我们准备了 3 2 1 哇 你看这舌头 开叉的 它是开叉的 原来是开叉的 你看它舌头是这样 哇 这好像嘴太大了 好水淋淋啊 它这个舌头 你可想而知 它可以吃下 跟自己身体一样大的 东西 就吞一只老鼠应该都没什么 完全没问题 请各位开始下注 现在这三只可爱的小娃娃里面 哪一只会先吃到呢 你们读哪一只 我读绿的 哪一只绿的都是绿的 好了吗 不能强跑 强跑什么鬼 这个咱公平进去 他咬我 小老弟 你这胆子有点肥了 从正上方往下扔 可以吗 怎么就没了 一个开小餐就没了 这也太快了吧 我完全就没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这只他想吃 啊 这个细节我们没有看到 对 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他慢了一点 然后只舔了他老弟一口 瞅瞅 你看他这表情 嘴巴张得贼大 但是并没有看 吃到 哎 哦哦 哇靠 啊 这这刚刚有这个吗 我刚刚没注意到有这个事啊 他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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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无能狂怒了 他急了 那我们现在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 下一个直接上蛇吧 蛇 最后拍手工 直接上蛇 OK 这里一定要跟各位讲 这个老鼠本来就死了 好吧 咱并不是为何鼠 这个本身已经人道主义毁灭了 来了 哇这么狗 哇哦 帅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就 你看这个速度 你真的没有可能性能够躲过 太猛了哥 进去吧 谢谢 他并不进去 他很有劲啊 哇这劲好大 你发现吧他很有劲 他跟你再对开看到吧 完全搬不进去 他不是说肉被夹住了 而是他就是撑着你 哇 这力量太大了 就我盖子 你看 我用手这个力量去合他 都合不上 进去 哇这哇这力量太大 劲儿劲儿大吗 很大吧 他全身都是肌肉 哇靠 这个力量我觉得我根本 我都 黑都黑不动 哈哈 太可怕了这力量 你看看看一下刚才这样 哎 哇这个力量 他把整一个老鼠都冲起来了 哇他现在空中转体 我去 有一种龙的感觉 有一种确实有种龙的感觉 就 哇你看他把老鼠还甩了一周 他自己还转了 哦你看他这样 他这个速度好快 他这个把脚起来的速度 你发现他在空中再反回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这个脚 脚的这个 绕住了 你看就直接就甩进去了 假如说是一条毛的时候 我在那个亚马逊丛林里面 我现在已经被缠了四拳了 我才说 发生什么事了 哎呦 他好兴奋哦 他吓到了 他硬了 你看没 我就说他会硬起来的 你看 他就会立正 你看我手放在他 他就会立正 进行一个撑 这边 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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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转 自己转过来 对 转身 过来过来 来了 好放下来了 你抓得到吗 小废物 这样你都抓不到 哎 平时好吃懒做怪了 真的是 这也太废了吧 他对着地上的那摊挥咬了一口 为什么会有这么废物的手工 哎 来了来了 开始 准备进攻 哦 他老是闭眼 为什么你吃东西要闭眼呢 你这怎么咬的 哎 小娃刚刚在咬东西的时候 也是闭着眼睛发现吧 对也闭着眼睛 我发现 蛇是不能闭 蛇是不闭的 对 他是没有眼睫 哇这条好酷哦 这条还很像恐龙 很像一个小恐龙 哇 真酷 地球还有这样的手 而且还是可以做宠物的 确实 Eason是我见过 就是少有的这么有激情 每一个东西都如数价值能够跟你讲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问Eason 就是为什么你会想开这么一家店 嗯 是一种自己的情怀 也是圆自己的梦 一直想做的事情必须得去做 确实 对不然的话会后悔的 爱好的话你虽然会很累 但是你不会怨 对吧 当然不会怨 再累也不怨 我真的很敬佩这些充满热情的人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Eason他们的账号 各种爬蠢类的问题也可以问他 他人真的很好 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们这次 岩石加上高速的拍摄 那如果你有很有意思的想法 或者事物想让我们来拍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给我们私信都可以 我们一定会努力 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效果 那么下期 再来点不一样 好了可以开始拜了 拜托啊 快点缠乱 快点缠乱 好好好可以了 拜托您了 你们有喊口号吗 快点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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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缠乱